那上個禮拜我們大概就是用那個我們的範例裡面範例裡面的問題一來做一個 大概的一個練習那最後是有做到一個所謂的這個這個表單部分 那表單裡面的話基本上大概第一個怎麼樣把它呼叫起來 那呼叫他的話當然我們可以用home.show把它秀出來 你可以透過一個按鈕 這邊假如我今天表單做好或者這個啟動表單按一下它就可以啟動起來 另外當然在另外還有就是說它可以隨著什麼 隨著你的那個 就是工作部所以在工作部專案裡面會有一個list workbook 裡面你可以打一個home.show 我把字放大一下好了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把它改造12好了 不然字太小 看起來會不舒服OK 好那home.show 那就是當這個workbook 怎麼open 所以這個是一個物件 被 觸發的一個事件 那他就會自動把這個home.show給開起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有兩個方法 隨著這個 工作部 啟動就啟動 另外一個是手動去開起來 OK那啟動之後的話呢當然 我們會希望能夠填一些東西 不過喔 這個好像我這個 填的時候假設我今天某某某 比如說某某某 那字太小沒有 上幾包講過了 然後你如果想要再把它修改一下 這個 跟 這幾個吧 他們的字型 填的時候字太小 你可以 再把它 一個屬性 叫phone 那當然如果你有很多個 其實你可以一次性的 選起來之後 再把它的字的大小 調整 大概 18吧 上禮拜 我們用18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不用存檔 因為它好像直接就 就幫你 這個 把它 加到這個表單的設定裡面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字就放大 OK 那輸入完之後當然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 身高 比如 180 然後 Enter其實它也會換下一個 體重的話是 65好了 性別 上個禮拜講 就是當它什麼 當這個phone 表單被 啟動的時候就Active的事件的時候 那就 Add Item 兩個 我上禮拜講過啦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 固定的 Add Item兩個 那一個是非固定 就是說 你可以去抓 我是把 這個清單放自己欄 那你可以去自己欄那邊 因為 放到比較隱蔽的地方 那這個清單就會自動加進來了 最後我按確定之後我希望 這個按鈕按下它的時候 其實也會觸發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 這個按鈕 也許我名稱叫B1好了 B1被什麼 被Click 那Click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裡面 幫我把標準體重 算出來 那算標準體重呢 是利用那個呼叫 我們已經模組裡面有寫好一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是 專門計算什麼 標準體重 除了可以在插入 函數裡面用之外 也可以在表單裡面 透過 就是 Sub去呼叫那個Function 幫我算完 算完之後呢 再把這五個東西 分別填到這邊 那這樣就會有一筆 一筆Rake 就是說 有點像 實際上 那等同就是跟 資料庫的應用 差不多了 也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來使用 那這個在單機上面就非常 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只是很簡單的一個什麼 輸入 OK 輸入資料的話 那基本上 這樣其實還蠻按確定 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資料呢 就被我怎麼樣 把它輸入進來了 OK 輸入完之後 當然我們頂多會有個清除 那你也可以按確定 順便清掉 可是我沒寫這個功能 我是按清除 自動把它清掉 那不過清除這個功能 好像沒把它寫上去 如果你要把這個清除 功能加上去 也非常簡單 直接在 清除這個按鈕點兩下 它一樣會觸 觸發一個什麼 那個是B2 B2被Click 那我就直接 把那個清除的 相關 比如哪些要清除呢 基本上有五個元件 所以你就分別把那五個元件 那因為這個元件名稱就是 買A 買B 一直到買E 的裡面的東西丟空字串給他 他就幫你清空了 那這些所有的東西 上個禮拜 所有講過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請記得就是那個雲端 網址 應該還記得吧 所以記得就是說 我們未來的資料 通通放在這上面 那請各位 務必 再來就是說 我們上個禮拜的東西 都在雲端白板 所以你點進來之後 雲端白板裡面呢 有一個01 上個禮拜的部分 表單設計 有個程式嘛 反正 我們上個禮拜所有的東西 你如果要回顧 應該一清二楚 包含這些 我們的函數 VBA 做什麼 然後另外 有些 可能沒講到的 就自己再試試看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表單的設計 怎麼去啟動 怎麼去隨工作表啟動 還有怎麼去加入清單 OK 這個上禮拜都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 不再重複講 最後的話有個 怎麼樣把資料 放到裡面 這裡會呼叫什麼 呼叫我們 內部的一個方形 那個方形 除了說可以插入函數用之外 我們也可以直接在 什麼呢 Sub裡面用 Sub 所以之前有同學常問說 老師 Sub裡面可不可以呼叫方形 當然可以啊 OK 所以你 呼叫方形 但是你要給他對的兩個參數 包含就是什麼 買B他的身高 買D他的性別 OK然後呢 他就會 丟到哪一個呢 丟到 買E 就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Caption 就是那個最下面那個標準體重的那個 那個欄位裡面 這樣的話呢 丟到這邊來 OK 那這樣再把這些東西丟到什麼 這邊來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最下面 一列是哪一列 然後再把他加1嗎 這樣不就可以 一直往下嗎 OK 其實 所以你可以把以色當資料庫來使用的話 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 反正 我只要知道 這個範圍裡面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那我把它加1了 那不就是下一列了嗎 那我知道這個R之後呢 我就丟給那個Sales的R列 然後呢第幾欄 那因為我們是從第2欄到第6欄 所以呢後面你可以給第幾欄 當然這個欄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數字 當然也可以用文字 看個人習慣 OK 因為有些東西連續的 那我感覺就是2到6就好了 然後 分別把ABCD的東西丟進去 那特別注意就是最後一個 因為它是Label 如果是標籤的話 OK 標籤是只能讀不能寫進去的 那就是後面屬性是Caption 其他都是Test 會有這些差異點 OK 那反正你弄熟之後的話 我想這些東西 應該就會變得 越來越得心意 最後就是清除 清除我想很簡單 把這些東西怎麼樣 Ctrl C 然後 當然如果說你撰寫 是有問題的話 那 Ctrl V 至少你 你什麼都不會 以後 至少你要看得懂我的範本 然後可以怎麼樣 把它至少貼到對的地方上面 習慣 博客 你把它加上去 所以輸入之後 就可以 把它加上去 當然 就很順 你可以按Enter 然後直接再打一個 性別用選的 那最好其實你可以怎樣 這邊最好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說 這個還要再按一個確定 或者你可能要按Enter 再按Enter 他才可以怎麼樣 執行這個確定 那有同學就覺得說 很麻煩 我們工作上就是 到這裡有沒有 輸入四個 最好按Enter就好了 不要再多一個步驟 對不對 應該 很多系統都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Enter Enter 到這裡Enter 然後 最後Enter完之後 自己再跳回來 那更好 對不對 其實你想得到的都做得到了 這個地方就必須要 牽涉到一個觀念 事件驅動 就是你該把程式寫在哪裡 就是一個事件驅動 那什麼地方 去 撰寫這個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 當我按一下 這個 因為我到這裡為止 選完了 那 按Enter之後 它會 因為它有一個TAB 它會跳到這邊 但是我不希望說 它跳到那邊 我希望就是說 當我按Enter的時候 我自動呢 就去執行 這一個按鈕事件 應該是按鈕的程序 那按完這個按鈕程序 把這些加進去之後 乾脆再去呼叫清楚 自動再幫我清掉 然後呢 再幫我把游標放在這邊 那更完美 對不對 OK 那其實能不能辦到 當然可以啊 OK 所以是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剛好之前有同學 問到類似的問題 我覺得還蠻重要 所以第一個 請你在這個 因為我需要 所以你要知道說 程序該寫在哪裡 這件事 這個部分 很重要 那前面有講過啦 像Activate 就是 Fone 有沒有 Activate 是寫在這裡 那如果說我今天 這個的話 是點兩下 它要預設的事件 是Change 可是絕對 不是Change 為什麼 因為當它改變的時候 不是啊 我是按Enter 那Enter這個動作 其實 跟什麼有關係 跟鍵盤的動作有關係 那鍵盤 當鍵盤 按下什麼 特別重要 鍵盤是Key 當Key 被 按下去了 這個時候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事件 是用Key KeyDown 這個 那當KeyDown 所以這個 買D的Change 這個事件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這多餘的 它自動幫你產生 預設是Change 那當KeyDown的時候 那我怎麼知道說 它到底是不是 按下的是 Enter鍵 因為Enter 再幫我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 B1 的Clicker 所以 我們就判斷什麼 如果 那它怎麼告訴你 其實你會發現 KeyDown裡面 後面有一個 用 KeyCode的方式 傳告訴你說 到底你按下的是哪一個按鍵 那 ASKeyCode 就是我們鍵盤上面 那個 美國在發明 設計這個的時候 它就把那個Enter鍵 定義成13 就ASKeyCode裡面第13個那個 那個按鍵 那 它會透過 這個KeyCode讓你知道說 到底使用者按了哪一個 所以 如果 使用者 按Ctrl鍵 丟過來 它KeyCode如果等於13的話 Zen 才去做什麼事情 反 就是 End if 如果它不是13的話 那什麼事情都不要管它 OK 我們只要抓的是13 那13要做什麼 我要能夠把它轉換成 按鈕按下去 OK 然後呢 並且 所以這邊的話 怎麼 怎麼去把它加加過來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用 這個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之後的話呢 你就這邊 寫個Core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Sub 有沒有看到 Sub Sub可以借由Core這個方法 就是當它按Enter 那我就去呼叫它 OK 那等到呼叫它 它會跳過來 做完之後 那我再呼叫什麼 再呼叫清除 因為我需要 當我把資料輸入之後的話 那我再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之後呢 最後再把游標放哪裡 游標再放 放回到這邊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這邊 這個叫 買 買什麼 買 還記得吧 買A吧 有沒有 那如果要把游標放上去 它會有個方法 點下去 有個叫Set Set什麼 對 有沒有 答案就出來 不用背 反正就是 Focus意思就是 把游標放上去 OK 好 程式寫完了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只是我這邊沒有加上註解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不用不用不用 它這個只是一個程序的名稱而已 所以這個 B1Click它也是視為一個sub 一個sub 所以其實反正你自己寫在模組裡面的sub 也可以這樣呼叫 Call什麼 OK 好 然後 先呼叫 把資料寫過去 對不對 然後再清除掉 然後再把游標放到姓名 因為你要重新輸入嘛 這樣就很順了嘛 這樣子使用者就會一直打了 所以他可以放旁邊 這樣不是很順嗎 那一方面使用者也可以輸入很快速 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在 在他輸入的過程當中 去 檢查一下 到底他輸入的東西對不對 如果不對 你就警告他一下 不能這樣輸入 這樣子 如果我說你這個流程都run的順的話 其實 說真的 你之後根本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檢查了 反正資料就正確了 那如果說每一個人都這樣做的話 你會發現 輸入之後的資料 他的可用度就非常非常高 那你就 不需要再花時間去檢查 到底資料是不是錯誤這件事情 幾乎可以略過了 那就會省掉很多的時間 OK 我們來看一下 那最後當然寫完 OK 特別重要的是keydown keydown OK 那為什麼我知道keydown 其實我說真的 網路上我也查了很多 官方的我也查 你只要 你的邏輯是正確的 基本上你只要 大家想得到 都寫得出來 OK 那當然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 一般是會射中斷點 為什麼射中斷點 因為我也不確定 到底寫得對還是不對 沒關係沒有人保證說寫一次就對了 OK 如果寫一次就對的話 那真的是太厲害了 OK 不過真的是需要一點 一點點功力 但是這個 其實成功都是因為 由失敗而來 失敗幾次沒有人 你知道 所以你說 我秀給你看的東西都成功的 那你怎麼知道 我背後失敗多少次 對 那我不可能說 我上課的時候再慢慢try 所以我是告訴你 我 試出來的結果 那可能我試了100種方法 我的結論 哎 那個方法最好 我是告訴你那個結論 那至於試 我想如果你有時間 你自己再慢慢試 那這個 試的過程也有必要 只是說對於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那麼的耐心 可能有的人試個一次兩次可能就想放棄了 但是這東西可能有興趣的人啊 反正就一直磨嘛 磨久了之後 反正你就通了嘛 OK 就是比誰比較耐心 那這東西其實 因為它是設計層面 所以絕對有很多地方是 非常花時間 因為 沒有標準答案 答案怎麼來的 答案都是你試出來的 所以像這些程式 每一行都是我自己寫的 那為什麼我知道這樣寫 因為經驗告訴我 這樣寫最好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過程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寫完之後 Key down 那我們來試一下 到底 OK 所以執行起來之後的話 假如說我今天又輸入一個 YYY好了 還有這個人 然後Enter 換一下 150 Enter 5512 Enter OK 因為我選了一個是向下鍵 因為我要選性別 它會卡在這裡 但是Key code向下鍵是40 所以40是不是13 不是 所以它就跳過了 OK 難 有沒有向下是 OK 好 再來因為我要按Enter Enter之後 這個時候會觸發一個Key down的事件 所以呢 它會怎麼樣 因為我設中斷點 不然的話是直接就跳完了 因為跳完可能 你看到了 但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設個中斷點 其實寫程式像我的習慣 我不管確不確定 反正我還是會設個中斷點 我再慢慢的去 確定一下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 游標放在Key code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是不是13 是13 那Enter為什麼是13 請各位自己去查一下 ASCII code 反正這個計算機概論 裡面 或者你Google一下 A-S-C-I-I 都有這個關鍵字 ASCII code 那 裡面Enter就是13 那我們 我們 確定的是Enter 好 再來F8 這個時候呢 它才會進到裡面 那我們做什麼 那不外乎 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 先怎麼樣 它就跳到那個上面這個 Core 有沒有 Button Click 就有點像 我把它轉換 其實那個Click的事件 也可以拿來 當然也Sub 那我就先怎麼樣 算出標準體重 所以標準體重算出來之後 丟到有沒有 這邊來了嘛 OK然後底下的話就是把它輸出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 我們要的位置 不過它好像還是會在 再跑一下這個Function 然後 這個比較慢 乾脆我 先停在這邊好了 讓它先跑完 好跑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 Core B 2Click 把它清空 OK 沒問題 再來的話 Set Focus OK 游標就放上去了 不過因為是中段模式啦 所以會閃一下 那如果你是連續動作的話 它基本上游標就放在這邊了 有沒有 一筆就進來了 那你就可以繼續打 繼續打 有沒有 那這樣子其實 還蠻流暢的 OK 所以一個 輸入器面呢 很快就可以做出來了 反正這其實說真的沒有太困難的地方啦 反正你就是 多做個幾遍 這個就很熟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 OK 所以剛剛補充 的東西 我想 等一下還是會把它貼上就好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 點兩下 然後 把它選擇的是keydown 它會有一個keycode 主要是這幾行 OK 這個是 如何把那個 Enter的 這個動作 轉換成為 出教 那個 就是 b1跟b2 最後是set focus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完成之後 那待會再來看那個 就是 程式碼裡面 這個做完之後 底下還有防止 資料輸入錯誤的 幾種 部分 裡面包含什麼 如果它完全沒輸入的話 那怎麼判斷 如果 a.test 裡面等於空了 那你要防止它錯誤 所以怎麼樣 警告它 請輸入資料 ok 那 第2個的話呢 你也可以個別的 比如一個一個判斷 然後防止輸入非數字 怎麼防止 輸入非數字 等等的 當然 這些防止錯誤的機制 不止這些啦 可能還有更多 那你可以再用邏輯判斷 去防止使用者輸入 不應該輸入的 這些資料 ok 那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 等一下我也把那個 我寫的這個程式 一樣會貼到 這個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這個買滴這一段 我把它貼到這裡 給各位參考 方便先還給各位